再來看今年的郵寶 收賊沒了 華人水部的農民是表示說 今年受到氣候的影響 善良是減少這麼多 也煩惱說中國出銷關稅的優惠 明年的外銷 強行也會受到影響 華人的文旦有今年是能夠外銷到中國 但因為時間低 稍量不足 國家上好救 影響文旦的善良 減三四下 農民說 今年稍後對華的量只只有三百萬元 農民也擔心 中國在今年十八月宣佈 三十四項農產品會給求誰了 是不是英雄萬年文旦出稿的理順 今年文旦已經採集了什麼 不過他擔心 接下來各種不確定性 那重點應該是放在我們如何去做好 田間的栽培管理跟檢疫的這些病從害的去除的部分 讓我們這種高品質的文旦又能夠順利的 再次的行銷到對岸去 那不會受到政治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來干擾 管府說 最為鄉文旦正式的面積 大概六百五十公平 每年總三領能夠二萬五千頓 歐年華銷最最高八千頓 有六七十四頂國 所以開始求稅料影響一塊的觀察 在稅率的部分我們還是要請中央政府這邊來協助我們各個地方政府來做洽談 那花營縣政府這邊會來持續我們協助我們農友做文彈藥的包裝輔導改善 另外控宿控宣大的檔料 花營的路不太穩定也應用盼商機收過 如何輔導農民 國華行銷 國來修銷 也還有產品加工 是現在花營農該中家農民宿重點的工作 記者綜合佛督 就像囉